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发兴论》一分钟 Eva很多观众经常问同一样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日价呢 是的 我都发现很多投资者都喜欢问日价 还有觉得日价越低就越好 首先日价是一个公式 即假设你这一刻买入这一只温卵 拿到到期的时候一直持有 持有到到期日的时候 究竟那些相关资产需要上升多少个百分比 你这只温卵才是打和 所以是一个打和点来的 一个数字 一个公式 那如果你是决定中间买出买入的 一个短线的持有 不是说持有到期的时候 日价这个百分比高和低 未必对你来说是那么重要的 再加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公式 如果当行使价越高的时候 有机会日价就会越大 因为需要证股升多些的时候 才会打和 即以认购证计 同样如果当认购证的卵价越大 就代表需要证股又是同样的 要升得越多才去到一个打和点 所以这是一个公式 我都可以给大家参考 多谢Eva